好,我们现在讲一下怎么样应用格林公式来算曲线积分 我们应该说是 我们看怎么样应用格林公式来计算这个line integrals就是曲线积分 那我们回顾一下格林公式 它是怎么说的 基本的公式是这样写 我们在一个line integrals FDR当然这里是平面的平面曲线 可以写成在区域D上的二重积分 是partialF2 partialX减上partialF1 partialY 然后是DA 这里我们说这个F首先是Differentiable Differentiable 而且这个L是positive Oriented D是这个positiveOriented BoundaryCurve F是Differentiable in D 在整个D上面是Differentiable in D 当然我们L是这个我们叫做simple code L是simple code 就是no self intersection 那么我们L是一个必曲线 那这是我们格林公式的格林公式它的这个叙述 我们先来看一个直接应用格林公式的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Evaluate 这样的一个积分 我看一下用哪个立体 好 X平方Y DX 减去XY平方 DY L是Positive Vorantied Circle 是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A的平方 当然我们这个也可以写成是 我们首先看F可以写成是X平方Y和负的XY平方 所以我们知道F是Differentiable 因为它是多项式 在这个圆里面 在整个这个圆里面 X平方加Y平方小U等于A平方都是 实际上说我们它是 实际上在R2里面它都是Differentiable 因为它是多项式 那么在这个我们的格林公式 我们是要求在这个区域D里面Differentiable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应用了 因为这个圆是一个simple curve 那我们是很容易就知道了 第二个条件肯定是满足的 而且它是Positive Vorantied 我们这格林公式里面要求是Positive Vorantied 三个条件 FDifferentiable L是Positive Vorantied 然后L是SimpleCurve 那我们按照格林公式 这是X平方YDX减上XY平方DY 实际上我们当然 当然实际上就是FD2了 那么它要写成二重积分D 偏F2偏X减去偏F1偏Y 然后DA D本身是X平方加上Y平方小于等于A的平方 那么偏F2偏X是负的Y平方 偏F1偏Y是负的X平方 然后DA 我们看有两个都是负的 所以负的这是X平方加上Y平方DA 这个区域是一个圆形区域 而负极减数又是X平方加Y平方 所以是最好我们把它用这个极坐标来写 就是Rθ 那么θ 那么θ 金融是圆 所以θ是0到2π 而R是从0到A 这很显然啊 从这里我X平方加Y平方小于等于A 我们就非常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上下线 区域的表达是负的0到2π R是从0到A X平方加Y平方是R平方 DA是R DRDθ 所以结果是负的 然后0到2π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写出来了 但是R三次方 所以是4分之1R的四次方 0到A 然后Dθ 负的4分之1A的四次方 再乘上θ 这是0到2π 所以是负的2分之π A的四次方 这是我们直接应用格林公式 我们应用格林公式的有三种情况 那我们看第二种情况 我们求这样的格林公式 求这样的一个Line Integral 那是负的Y Dx 不然我们还是写成我们最熟悉的形式 我们写成F DR F等于什么呢 Fu的Y除以X平方 加上Y平方 I 加上X除以X平方 加上Y平方 G L是 L是 X平方 加上Y平方 还是等于A的平方 那我们看一看 这是A的平方 X平方 加上Y平方 等于A的平方 那么区域 在这里面 但是我们要注意 A的平方 这个是 外面 这个是L 那这个我们要注意到 F 是 Not Defined At 0 他那么 00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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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区域的内部 00在区域的内部 那这样子的话 也就是说 他都在这一点没有定义 那自然在这一点 是不可以Differentiable 说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应用格林公式 就是区域内部有起点的情况 所以不可以直接应用格林公式 我们不可以直接应用 那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 我们给他加一个辅助线 我们 加上这样一条辅助线 我们把这条辅助线 我们 L 我们叫做L Epsilon 是X平方 加上V平方 等于Epsilon平方 那我们看一下 把 加了这条辅助线以后 我们看新的这个区域 好 我们就是把 这条圆的内部 我们不要了 这个叫圆的内部 我们不要了 那么就等于是扣出一块出来 扣出一块圆出来 我们在新的这个区域里面 那肯定是 它是可以应用格林公式的 那这种做法 我们就是加辅助线的形式 那我们 加辅助线的形式 那么边界 两个边界 那么在L Epsilon这里 它的方向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我们在L上的积分 减去L Epsilon的积分 是等于这个区域上的二重积分 偏F2 偏X 减去 偏F1 偏Y 好 D 这个我们叫做D Epsilon D A 这个D Epsilon是等于D 我们直接这个叫D Epsilon 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定义 我们给它一个另外一个定义 这是D减上D Epsilon D Epsilon是X平方加上Y平方小于Epsilon平方 好 我们在这一块上 它是它是可以用的 因为它除了我们F除了零零这个点以外 其他的地方都是可谓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L上的积分 F D R 我们就可以写成是 这是D减上D Epsilon 这是偏F2 偏X 减去偏F1 偏Y 然后 DA 再加上 我们在L Epsilon上的一个积分 FDR 好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算 我们看偏F2偏X是等于 X平方加上Y平方的平方 那么负2 那么因为F2是等于这个 所以分子的导数是X X的导数 X导数再乘上分母 好 减去分子乘上分母的导数 分母的导数是2X 所以是结果是X平方加上Y平方的平方 好 X平方加Y平方减2X平方 所以是Y平方减X平方 而偏F1偏Y 是X平方加上Y平方的平方 分子的导数是-1 好 X平方加上Y平方 分母的导数乘上分子 减去 那么这是变成加了 因为分子是负白 那么分母的导数是2Y 所以是X平方加上Y平方的平方 这也是Y平方减X平方 所以我们结果是偏F2偏X 减去偏F1偏Y 这个在这个D减上D Epsilon D A 它们两个是相等的 所以是D减上D Epsilon 等于是0 D A 所以等于0 这部分等于0 那我们再看 那我们另外再看这个L Epsilon L F D R 这个我们怎么样计算 因为我们L Epsilon 是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Epsilon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参数化 因为它是个圆嘛 因为它是圆 所以我们X写成Epsilon cos t Y等于Epsilon sin t 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呢 T 它是圆 所以T是从0到2π 所以T是从0到2π 它是正向的 因为在原本作为区域的边界 它是应该是这样子 但它本身的正向是这样子 那我们减去这个 这个是表示它的正向的 作为的区域边界 作为区域的边界 L是正向 L Epsilon它是 L是Count Clockwise L Epsilon应该是Count Clockwise 所以它本身减去它本身的正向 它本身的正向 它本身的Positive Orientation应该是Count Clockwise 但是作为区域的边界 它正向的边界应该是Count Clockwise的 所以我们是 这是直接减 好 那么现在它本身的本身是正向的 那么是从0到2π 那么F我们带进去 F那么负Y 负Y是负的Epsilon3T 那么分母是X平方加Y平方 所以是Epsilon平方 然后这个是DX DX那么就是Epsilon负的CosInT DT 再加上我们 F2是X除以X平方加Y平方 X是Epsilon CosInT 然后这是Epsilon平方 DV就是EpsilonCosInT DT 这个时候我们再计算 好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 0到2π 就是Epsilon平方分之一 Epsilon应该都约掉了 这是Epsilon平方 这也有 这两个Epsilon 那么3TcosInT 这是Y 好 这写反了 负的3T 负的3T 好 DT 负的3T 这是Epsilon Epsilon 对 那么就变成3T的平方 加CosInT的平方 所以是 就变成DT 所以是等于2π 它的结果是等于2π 也就是说 区域内部有起点 又不可以differential的点 那我们通常是通过 把那个点抠掉 用一个小圆把它抠掉 然后我们 分别来计算它的这个 曲线积分 那么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就是 我们另外一种 我们加辅助线 刚才我们已经加了一条辅助线 那么但是我们第三种情况 我们可能是 曲线本身不是封闭的 刚才我们这个是曲线是封闭的 但是内部有起点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曲线本身不封闭 好 那我们说是 好 我们来计算 这个曲线积分 这个曲线积分 X 我们看一下比较复杂一点的 2X Y的立方 减去Y的平方 cosx 好 这是F 我们直接写 先写个公式 出来我们习惯的方式 写成F DR F等于 2XY的立方 减去Y平方 cosx乘上I 再加上 1减去2Y3X 再加上 3X平方Y平方 G L is the graph Rx等於πy² 從哪一個點呢?從0,0 去2分之π 1 是curve,我們直接寫是curve 所以我們來看 Rx等於πy² 那麼x大於0 從0,0到2分之π 1 是這個樣子 好,這是2分之π 這是2分之π 1 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可以嘗試著直接計算 我們可以看一看 嘗試著直接計算 那我們這 Rx等於πy² 那我們這裡就有cosπy² cosπy² 我們帶進去 對關於y求計分 這個我沒法計 因為這前面又是y平方 如果只是y的一次方 這好算 但是這y平方 又是cosπy的平方 這個就很不好計分了 就是直接計算 太難 可能算不出來 或者說我們 unable to compute directly 那我們怎麼算 那我們用 用 這個 Grain theorem來計算 Grain theorem可能就比較好計算 為什麼呢 你把 這個關於y求 derivative 那麼這就變成2y了 然後2ycosx和6xy平方 這邊是關於x求 derivative 就是2y3cosx 負的2ycosx 這是負的2ycosx 那麼一減 這部分就沒有了 然後後面這個是6x 6xy平方 這部分剪掉也沒有了 那我們 問題是現在不是一個bid 那我們怎麼樣把它做成一個bid呢 我們加輔助線 加輔助線 要加到加哪些輔助線呢 加最容易計算的輔助線 哪些比較容易計算呢 例如說直線 這是一種 二一種 其實最好的是這樣的兩條線 這樣的兩條線 本身我們 那麼區域的內部應該是這樣子的 那麼現在 現在它本身曲線是這樣積分 對吧 這樣積分 那麼 現在就是跟它反過來了 也就是說 如果現在我們把這個記作L 這是L1 這是L2的話 那也就是說 L的 我們L1 L1 L1是正下 L2也是正下 對吧 因為是逆時針 那麼減去 因為L它本身是負向的 那這個是在區域D上的二重積分 因為我們要計算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但是在我們維持一個區域的邊界的話 就應該對區域的邊界來說 它應該是這個方向 它應該是這個方向 那我們不要這根線了 這根線 那 我們去計算 這個是我們的區域D 好 partialF2 partialX 進去 partialF1 partialY 好 DA 那我們看一看 partialF2 partialX 是等於 -2Y cos x -6xy 而 partialF1 partialY 這是等於 6xy的平方 6xy的平方 這關於x就導出6x 然後y平方-2ycos 好 partialF1 partialY 這次6xy平方 再減去2ycos 所以 partialF2 partialX 減去 partialF1 partialY 這是正好等於0 也就是說 右邊的積分等於0 所以 在L1上的積分 加上L2上的積分 減去L的積分 F D R 這是等於 我們在D上0的積分 所以這個是等於0了 那麼我們把它移一下 就我們就知道L1 L上的積分 F D R 這它就等於L1上面的積分 加上L2上面的積分 為什麼我們選這樣的L1和L2 那我們知道L1它的表達式是Y等於0 X是從0到2π 那麼我們就知道Y等於0 DY就等於0了嘛 所以L1上面的積分 F D R R X是從0到2π X是從0到2π 那麼把Y等於0帶進去 帶到這裡面去 Y等於0帶進去 那這兩個都 F1就變成0了嗎 F2 這也是0 F2 只有 還是一個1 F2 所以是1 D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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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还是等于0 那么L2是x等于2分之π Y从0到1 L2 这是x等于2分之π Y是从0到1 那我们就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Dx就等于0了 那所以L2上的几分 L2上的几分 那我们把x等于2分之π带进去 好,x等于2分之π带进去 那么就是2乘上 x是2分之π 2x然后Y的立方 然后是Y的立方 再减去Y的平方 然后cos x是2分之π 然后Dx是0 再加上 那么第二个 F2就是1减去 1减去2 然后Y然后是3 x是2分之π 那么再加上3 x平方 x平方是2分之π的平方 再是Y的平方 然后Dy 好 这是L2 L2 那我们直接写 这是从 Y也是从0到1 这个是L2上的几分 F D R 那我们把这些都算出来 这一部分就全部变成0了 那这是1减上2Y 因为3也2分之π是等于1 那么再加上 这是4分之3π的平方 再乘上Y的平方 然后Dy 积分出来是Y减上Y平方 再加上4分之1π平方 Y的立方 从0到1 所以是带1进去 这是1减1 4分之1π的平方 带0进去 全部变成0了 所以这是4分之π的平方 那么L2是4分之2的平方 我们知道L上的F积分 是等于L1上的积分 加上L2上的积分 L1上的积分是0 L2上的积分是4分之1π的平方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L上的积分 是等于4分之1π的平方 那我们做了两条辅助线 做了两条辅助线 使得它变成一个 使得整个 那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必须线 那么做选择的这两条辅助线 通常我们要用最好的辅助线 就是我们的水平线和垂直线 水平线是y等于常数 那么dy就变成0了 垂直线是x等于常数 那么dx等于0 这样去计算就比较容易一点 那我们给它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怎么样运用 这个格林公式来求积分 求这个Line Integral 那么第一种情况 L是closed F是differentiable 在这个d上 那么就 我们用格林公式直接应用 也就是说这个积分 fdr就直接写成这是d上面的积分 偏f2 偏x减去 偏f1 偏y 然后da 第二个是 l如果是closed f notdifferentiable 我们或者说是f 它有singularity 在d上 在d上 那我们就添加辅助线 通常是添加辅助线 添加一个小圆 那么我们是x减x0的平方 加上v减y0的平方 等于ε平方 singularity 这个如果是x0 y0的话 我们以这个点为中心 添加一个很小的圆 然后我们 然后这个line integral fdr 它实际上就等于什么呢 在这个d减去depsilon 这个区域里面 就是用格林公式 偏f2 偏x 减去 偏f1 偏y 然后da 再加上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lepsilon 这个叫lepsilon lepsilon上面的积分 这一部分的积分 因为它是圆 我们可以直接用 把它参数化 那么第三种情形是 l是notclosed的 我们通常是 我们 加上一些 加一些辅助线 把它 使它B的 使它B的 通常的这个辅助线是X等于Constant和Y等于Constant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跟上面的同样的方式来计算 这是我们 几种情形运用这个格林公式 那这是我们应用格林公式的技巧 好 这里我们就只讲到这儿 对它们的 就会让它们进行 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